這一張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畢業照 究竟它是隱藏了什麼細絲極恐的細節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拍過班相和畢業相 但是螢幕中的這張相和普通的相片不同 它明顯是散發了一種陰森詭異的氣氛 相中的所有學生都是背對著鏡頭 而只我們將相片丟給Google Image 得到的結果全部都是恐怖畢業相 甚至是有更誇張的說法說 這張相已經嚇死了30萬人 根據都市傳說的內容 張相是在日本某間女子高中拍攝的 拍照的時候所有學生都是正正常常地對著鏡頭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張相曬了出來之後 他們全部變成背對鏡頭 而相中的所有人 也是畢業之後一個接一個意外離世 因此這張畢業相其實是一張靈異詛咒相片 除此意外也有網民指出一個非常古怪的細節 根據相中時鐘的指針 相片應該是在接近正午拍攝 那時太陽正在頭頂 所以物體的影理應是最短的 但是離奇的是相中人的影子全部都非常之長 那究竟張相是隱藏了什麼秘密 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根據Papau的調查 以上相片最早在2015年3月以世界上最詭異的集體照為名 在華語圈的互聯網上風傳 但是我在日本的網站進行搜尋 發現到這張相其實在更早的時間 已經與Twitter等網站流傳 而Papau也順勢找到相片的高清大圖 是張相的右下角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Logo Sparky 同一個日文 就算畢業之後 都可以一路向後生活下去 Sparky 是一個洗頭水的牌子 因此可以肯定相片只是洗頭水的廣告 意味著用了這個品牌的洗頭水 頭髮就可以順滑亮麗到 調轉個人拍照都沒問題 張相還拿到了第77回 每日廣告設計相入相 至於為何相片的影子和時鐘的時間不相符 那是因為這類廣告相片 多數都是在錄幕前面拍攝 再Key 回到背景 所以連廣告設計師 都不夠那幫把相片 找出各種細絲極恐細節的網民那麼眼膩 綜合以上所述 張相片嚇死30萬人就不可能 但製造這個都市傳說的人 就應該欺騙了不止30萬人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可不可以tv 市民間接下